时间去了一趟学校 跟导师见了一面 然后布置了一些 也不能说任务吧 就让我提前预计一些教材课程 然后看一下一些软件的使用 所以这几周就没有给大家拍视频 今天约的跟我放出去见面 然后顺便去修一下我的相机 不知道你们看不看得出来 这个屏真的整个都松了 我之前以为是一个小螺丝之类的掉了 或者松了 结果今天仔细看 发现是这个地方整个断了 就去电脑城修下我的相机 这个相机都赔了我四年了 好快啊 我现在呢就准备出门了 我之前还跟你们说 我一定会把这个镜子换了 结果我也没有 本人真的太懒了 就这个事情就一直在拖拖 今天跟我方约的还是来不适 因为离那个电脑城要近一点 我还没有吃午饭 现在已经两点了 每次跟他约就是这样 你这个根本不是你想要的那种 石锅拌饭的价 他估计就是那种洋葱甜一点味道的吗 我也不知道 才雷了才雷了 还你选石锅拌饭不选 看他做的吃价 这边比较好看 锅店的是这个新拉面 就是石锅辣白菜新拉面 感觉就是那种浓心的新拉面 里面加了点什么配菜 看健康的我跟不健康的你 虾说 虾说 灵魂很健康 我们就来这个one plate 我对这家印象非常深刻 因为我们上次来过一次没有吃上 就是我放生日的时候 我站在这家店门口等了他30 快40分钟 真的那么久 然后也没有位置 绝对有40 三十 三十绝对有三十 我捡的两份甜品 一个是这个茉莉抹茶千层 我之前打包过一次 我放了一个晚上吃的 就特别不好吃 我就不信息 对 我方就不信息 他偏要自己来尝一下 然后我点的是这份 巧克力司康 巧克力燕麦司康 上面是 那个叫什么来着 棉花糖 然后香草 奶油酱 这样抹上去 今天准备给你们开一个比较特别的香 就是我的录取通知书终于到了 这也是第一次在B站比较正式的跟你们分享这个好消息 我们学院群里真的每天都爱问这个通知书多久可以发 多久可以发 然后今天早上邮政就给我打电话说到了 给你们看看正面就是这个样子 研究生录取通知书 背面就是学校的地址 还有邮编 我考的是电子科大 就跟小胡成为了校友 而且他还比我大一些 就开学以后 小胡成了我的学长 打开 我先看一眼 上面呢 就是学校的校训 然后下面 我得稍微遮一下 因为这还有我的身份证 这就没有办法跟你们分享了 我把照片也遮住了 因为这个照片是我当时准考证的照片 就12月份的时候拍的 真的毫不夸张地给你们讲 那个时候我的体重比现在胖十斤 因为每天都不运动 就一直坐着看书 然后吃也是我想吃什么就吃什么 因为我觉得已经学得那么累了 就没有必要再把自己饿着了 反正当时一成体重都把我自己吓了一跳 我的研究生专业是管理科学与工程 我的本科专业是工程管理 这两个大家听起来可能差不多 但其实学得基本上是完全不一样的 因为本科是比较偏土木类的 然后我自己对土木这方面 真的是完全完全没有兴趣的 所以当时考验的时候 我就心想我一定要选一个 我自己比较感兴趣的专业 最后呢就选的是管科 这个开箱就到这里结束了 这个文件带里好像还有一些其他的文件 但就不跟你们一一分享了 这个开箱最后我想跟大家说几句话吧 无论你是今年准备考研还是二战 因为我自己就是二战嘛 当时第一年的时候考的不是特别好 或者是你准备三战 只要你决定了这条路 决定了你要考研 就不要再去犹豫什么了 也不要再纠结 要不要放弃 我觉得只要你能付出 你自己能付出的所有的努力 最后一定会获得一个比较好的结果 现在我要带你们去吃一个我最近最爱的甜品店 就在旺平旺福建这边 他们这边稍微这条什么来的 外面重新翻新了一下吧 就开了很多网红店 就是这个叫creep's cake 就卖千层的 我觉得他们家千层真的巨好吃 虽然抹茶的没有Lady M好吃 但那个焦糖摩卡的特别好吃 这个味道也特别好吃 哈喽又是新的一天 出门之前快速给你们看一下我 今日份的OTD 今天呢上面带了一个这个西太后的项链 就是这种基础款 经典款 我觉得还挺好看的 是水钻的 其实我自己买视频比较喜欢买银色的 但是我今天还带了两个戒指 就是金色的 一个带钻的 一个素圈的 我觉得还蛮好看的 是我在淘宝上买的很便宜 两个六七十块钱 上面呢就穿了一个 就算短款嘛 对我来说它已经算短款了 我不是很喜欢穿短 就是特别短衣服 因为我总觉得那样肚子会着凉 然后我就会容易肚子痛 上面就穿了个这种藏蓝色的T恤 然后下面呢就是一个牛仔短裤 那我现在呢就准备出门了 我正好遇到我黄海来这里买柠檬茶 你给我点这是什么东西啊 太实 太实 原谅 原谅 原谅柠檬茶 原谅你 我们的锅底来了 给你们看一下 我以前没有发现有这么多这个花椒 我们已经很久很久没有吃过蛙了 我记得我刚开始拍视频的时候 还老在视频里来吃蛙 是吗 我记得好像是这个样子的 还有我的调料 我等会儿要打点汤进来 真好在柯华路这边 我准备点一个这个寒糕 我跟我妈都挺喜欢吃的 然后我方也点了一份 我们就一共点了这个三份红豆切糕 加一份这个手作桂花糕 不然我家那边它不送 看博蜂的鞋 谁夏天穿着这个鞋啊 你要去坐站座 你躲不对交 又在展示你的美甲 因为你活在青年的世界 我们来吃这个雪多冰 我真的是从小学开始就吃这家店 当时还在紫禁那边 现在就搬到高升桥了 美女过街 吃冰的首选一定是我个人一定是芒果冰 然后蓝莓爆珠跟炼乳 现在准备搭会儿王州 我最近最喜欢用的就是王兆军 我最近最喜欢用的就是王兆军 我之前喜欢用米莱迪因为比较好跑路 这个就是除肉妆也比较好跑路 我所有的英雄就是前提就是要好跑路 看个野蛙 你是什么 野蛙 成华去镇修金 立马把你举报了 虚假信息 看这些话就不能说 我跟你说 你输到什么对面就遇到什么 给你们推荐两款我今年夏天最最最最爱的美瞳 就是绿色五广 就是我自己觉得真很好看的 第一个是这个给你们推荐了已经很多很多次了 然后好像无论是在B站还是在微博都有很多人问 就是这个美瞳叫Ever Color One Day的 然后它这个颜色是稍微比较偏浅一点 外面是棕色的这种边儿里面是稍微有点粉棕色 反正我觉得这个戴起来就很温柔 然后很自然很适合夏天 还有一个呢是这个 这是我今年刚发现比较好看的一个颜色 我已经用完一盒了 这是回购的第二盒 这个真的非常好看 它颜色跟刚刚那个笔更偏深一点 但戴上就更有神一点 就显得眼睛更大一点 反正这两款我觉得都还蛮好看的 买好了我的咖啡 就是深夜拿铁跟一个巧克力取七 我还没有喝过 我全往最后一个人喝 我觉得这个味道还不错 就奶味还蛮重的 主要是我昨天喝了一个 那个时候是买的深夜美式 这个比那个真的好喝一百倍 今天中午呢准备煮一个这个绵羊米粉 这个真的是我算是最爱的方便食品了 除了它我还最爱的就是那个辛拉面 里面有两个我觉得是米洋米粉的灵魂 一个是海带包 还有一个是酸菜包 其他东西就不给你们看了 就还是阿宽的 我觉得阿宽其他东西都挺好吃的 高中的时候我最爱的就是他们家的红油面皮 还准备了一份这个香菜 因为我特别喜欢吃香菜 我真的是本科的时候基本上每周大一大二的时候 都会跟我室友去西门外吃那个绵羊米粉 因为当时早上最后一节课 正好是在那个西门那边 我不得不给你们分享一下 我们家买了一个多大的面碗 太夸张了 我真的不敢相信还有谁家的面碗 比我们家的碗还大